OK,那各位呢,您到我的部落格之後啊 其實第一個,就是我們 我在這上面會有很多就是像這樣的文章的分享 文章的分享,所以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看一看 現在有一部分會有DURO的 那您可以從左手邊這邊有標籤 就可以看到相關的 這裡有更多,有一些 對,像其實我另外一個領域比較常用的就是 跟各位老師比較玩弄翻轉學習 好,所以您在網路上面有機會看到我在這一塊的 那另外呢,我有經營Youtube的頻道 所以我只要是公開的練習都會像這樣,我們會在上面 所以您如果說,對於其他的 就是主題有興趣的,像這個文克思在這裡 我就會像這樣把錄影下來 所以,您可以看哪一段有興趣的點進去就看就好 所以這個是,在翻轉學習的部分 其實我們平常就會像這樣說 有作為方便同學,也方便老師自己 就是閱讀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呢,主要要看的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WebDuno 那WebDuno這一個部分呢 它比較特殊的,也許有些 有些老師有用過Arduino 有沒有老師有玩過Arduino的 有喔,有的老師有玩過 所以,你有玩過Arduino的話 其實,再來看WebDuno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樣的東西 可以說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都是控制 我們透過電腦再去控制一個其他 但是,主要查查哪裡 WebDuno就是用Web的方式去做控制 等於說,也透過網頁 好,網路的方式 那,等一下您會發現 它一個最大的優點 因為他們的這個板子 我們目前老師手上拿到的這一個 手上拿到的這個是他的 達克斯納教育方案的 好,所以您可以看到 手邊應該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對不對 打開之後呢,就會有 我們現在簡報上您所看到的這些套件 對,好的,看到這些套件 那,這個套件呢,您還會 嗯,像這個樹 對,另外這個 這個 像這樣子 那麼您翻開之後 應該裡面有一張紙 待會呢,這張紙比較重要 薄薄的一張 因為上面有它的IT 有看到嗎 哈哈 來,我把這個畫面放在IT 這樣 這樣好,老師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有沒有看到那ID 有一個SSID 跟什麼 Device ID 待會我們後面要用的就是那個 Device ID 這一個 這一個 這樣有沒有清楚 哦,老師你要看 看,在這裡 啊,在這裡 哈哈哈哈 在這裡 那,這個是 待會您要找的 所以這一張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這個套件裡面呢 包含了這些東西 包括了 有三顆這個 LED燈 在這裡 有沒有,三顆LED燈 然後呢,有風明器 這個是風明器 這個遠遠的這一顆 我把它拿過來這邊 這樣您就看得到 然後這個是震動開關 這個 一小小一個 還有一個按鈕的 其實這個按鈕 事實上我們Smart上面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一個 那它還有一個 我剛剛有提過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剛好 USB的位置比較高一點 那這個線插進去 你可能沒有辦法接觸到桌面 所以待會您可能是吊著用這樣 會吊著用 稍微 老師要稍微小心一點 OK 那旁邊這個呢 這一個 這一顆就是溫度 溫濕度的感測器 一個70塊 因為我們上次有人插錯腳 然後就燒壞掉 就看到塑膠 溶掉的那個感覺 我裡面等一下有照片 你可以看 好 那麼再來呢 它主要的板 就是這一個 您手上拿到會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Smart的板子 有沒有 沒有 這是我們主要的那個主機板 其實其他這些感測器 你在外面都可以買得到 我們現在就插到這個板子而已 這個板子 那這個板子上面呢 它有三個 已經有三個元件 我把這個畫面放大 我們這板子上面呢 已經有三個元件 一個呢 就是您看到下面這裡 有一個叫什麼 光明變主 那它的另外一側 這一側 這個這個有一個三色LED燈 然後呢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跟電源相接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按鈕開關 所以等下 把這三個做在一起 即使你沒有其他感測器 這三個也可以直接接上去 就可以用 這是它這個套件比較不一樣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有一定的間隔症 這是 八層八 八萬五四 好就是四顆的 好 還有一個超音波 超音波 我們這些今天都會有機會用到 超音波兩顆 應該是兩顆 一個是發射一個接收 另外還有 公五的這個 鍍芒線 好 有的是 兩個是公公的 就兩邊都是尖的頭 那一個是公跟母的 各十條 各十條 好各十條 最後呢 還有一塊什麼 麵包板 麵包板 因為其實 我們現在這個Smart這個板子 應該是 這一家公司最新推出的 所以體積最小 相對的 可以擴充的空間 是不是相對比較少 因為這些 接線是不是相對比較少 所以 您就比較有機會 如果您要接比較多的裝置的時候 就可能需要透過麵包板 有點像我們的延長線一樣 插頭 插頭不夠 就接個延長線 那我給您稍微看一下其他的 在這邊 這個是這個 方案的 所以您剛剛看到的 應該就是這些內容 好 這裡我再把它整理出來 這樣您看到就會比較清楚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選單的部分 我會幫您 就是簡報 您可以直接從這邊連結 這樣會比較快 當然 如果你覺得這樣 有點麻煩 我在這個 有沒有 簡報 這個標題上 有沒有都看到 所以您要直接跳 也可以 待會我們講到哪邊 您如果 不知道 我就跟你講 在哪裡 就直接跳過去就好 好的 那麼我們往下走 您看到 這邊就稍微跟您 請示一下 照理Arduino跟Webduno 差在哪裡 實際上其實開發的方式不大一樣 但是基本的原理相同 好基本的原理相同 所以 如果您用過Arduino的 它 基本上就是連接方式透過USD 或者藍牙 但是呢 您做好了之後 也就是說 你把層次做好之後 有一個很重要 一定要做一個寫入的動作 也寫到韌體裡面去 那在Webduno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不是寫到它的板子上 它是在設計上 所以前提 是您要有網路 前提要有網路 那所以呢 它沒有任體燒入的問題 好就是 我在上面就 層次寫完了 我就可以馬上測試 這是各有優缺 不能說哪一個好或不好 好那我們往下走 在這個地方 您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目前 三個板子 那麼實際的大小 多大呢 我給您看一下 這個 這樣各位也可以現場看 這個其實就是Arduino板子 這個 只是前面它加了一個 他們公司的叫Fly Fly 所以就把Arduino變成無線這樣 就變成 這上面有一個無線網路的晶片 這樣子 很像這樣子 啊所以 這是 好處是它的接口蠻多 所以相對你要擴充比較方便 因為它接地就有兩個 好那你像這樣子 我要使用的時候 是相對就 你要接很多設備 就比較沒問題 好這是第一種的 那麼 像我這個學習 我在學校用的 就是這個叫Smart 馬克一號的 就是 你現在看到右手邊 中間這一個 中間這一個 馬克一號的 那馬克一號的話呢 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就小一號 對不對 像這樣小一號 當然它接線 當然就沒有那麼多 可是至少也是多一點點 還是多一點點 所以如果說像這樣子 我們再用也還蠻不錯的 因為像我在學校裡面 我們 我把這個用在哪裡 知道嗎 我們的互動多媒體課程裡面 因為一般來說 早期的 我們都是叫Flash 很多 可是現在這 有這些 所有的物件網裝置 我們就可以用在什麼 沾場設計 或者他們的包裝設計裡面 欸包裝裡面 就可以用到這些東西啊 那那個Size 當然不要太大 是比較好包裝 那如果 再小一點 他們就比較好控制 所以這個是 我在學校裡面 有用到 所以你這樣比較一下 你就慢慢發現說 這個 果然是 慢慢的 越來越小顆這樣 越來越小顆 當然每一個套件 還是有一些 不同的限制 不同的限制 比如說 有些套件 原件 他可能 有的能裝 有的不能裝 這樣看每個資源 不過現在慢慢的 就是大部分都會有資源 所以這個是 先簡單跟你 稍微 介紹一下 那麼在Webduno這一塊 有一個 跟我們 老師以前玩過 最不一樣的是 多個裝置的溝通 在這裡是相對很容易的 因為就等於是看網頁 所以你只要知道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有沒有 他的名字 你就叫他的名字就好 他就可以很輕鬆的 不管你是 馬克一號的 還是原本這個Fly 還是Smart 都一樣 你只要知道 裝置叫什麼名字 我就可以直接控制他 好 那這個是 對我們來講 是相對很方便的 OK 很漂亮 我們是